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這樣的 我一個朋友 他之前自己一個人 在外國搭巴士回家的時候 當時太陽已經下山 四周天色分暗 巴士走到一個空曠的草地 他見到草地上 有一些白色的東西飄下飄下 而且越來越濃 他心想 難道有東西? 沒錯 真的有些東西 女生見到的其實就是輻射霧 要講輻射霧的成因 就要先知道甚麼是輻射冷卻效應 大家千萬不要將輻射霧 輻射冷卻 和核輻射的輻射撈亂 各種物件都會放出熱能 以地面為例 它不斷向外太空放出熱能 另一方面 在日間就吸收來自太陽的能量 由於地面在日間吸收的熱能 比本身放出的更多 所以溫度就會上升 在夜晚 由於沒有太陽照射 而地面又不斷散發熱能 因此地面的溫度就下降 這種夜間降溫的現象 我們稱為輻射冷卻 而晚間氣溫下降的幅度多少呢 就是和雲量、風力和濕度有關 在天朗氣清、微風和乾燥的情況下 溫度下降就是最大的 雲層對地面溫度的影響 就像我們蓋屁一樣 減低熱能向外散發 因此在多雲時候的夜晚 降溫會比天氣清朗的時候小 當一個女生看到的輻射霧 就是因為太陽下山之後 地面空氣的溫度逐步下降 令到貼近地面空氣裏面的水氣凝結 形成無數圓范在空氣裏面的小水點 即是霧 輻射霧很多時都出現在冬天、春天 霧雲而是風力微弱的晚上或清晨 在日出後沒多久或是風速加快之後 就會自然消散 輻射霧的出現可以是很大的範圍 連衛星都可以見得到 例如在2016年的12月7日晚上 中國東南部地區晴朗無雲 由於輻射冷卻作用而出現了輻射霧 衛星圖像就清楚拍攝了 在山谷和低地出現的輻射霧 以及輻射霧在日出後 隨地面溫度回升而消散的情況 大家下次見到輻射霧的時候 不要再大驚小怪了 這次的氣象冷知識講到這裡 再見 有關門的南部地區晴末 有關門的之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